本集影片由C模型贊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嘉 今天要介紹的人物是英雄殺手污點 其實我之前也有介紹過 不過因為版權的問題就被下架了 但我現在就是要再來挑戰一次版權吧 那在影片開始介紹先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拜託 在這個泛濫的英雄社會中 他憑藉著自身的信念 糾正著那些根本稱不上是英雄的人 認為太多有假冒的人以英雄名義賺錢 所以他化身為英雄殺手 產出這些沒有必要的存在 而他的出現不僅沒有讓犯罪率上升 反倒是只要他出現過的程式 犯罪率會急速下降 因為他的存在使英雄們提高警覺 讓英雄努力使得世界維持平衡 所以稱為英雄殺手 也是這個社會的黑色爭議 他被稱作是污點 本名赤黑血染 跟大部分的人一樣 因為歐羅麥特讓他立志成為英雄 沒有什麼天賦的他 憑藉著努力進入了英雄科 卻發現英雄官的根本性 極度腐敗而感到失望 所以在第一年就休學了 在休學後他沒有放棄英雄該做的事 就是導正這個社會 他開始宣揚英雄回歸 在街頭演講 但沒有壞雨前的他 蒙生了另外一個念頭 過了10年後 他橫空出世 擁有獨自研究 並且鍛鍊獨門的殺人技巧 雙青也在這個時候過世 這意味著污點沒有任何牽掛 也就沒有任何弱點 這讓他能夠更放手一搏的去完成使命 他主張的英雄回歸 就是成為英雄不能貪圖回報 英雄是必須有所犧牲的人 才能繼承的名號 而現在的英雄對他來說 都只是冒牌的英雄而已 所以他開始進行鑽出英雄的行動 為了讓世人了解 什麼才是真正的英雄 除了有一身的功夫之外 對於戰鬥也有著獨特的理解 殺害了不少的英雄 即使是現代社會的包圍網也抓不到他 飯田的哥哥就是遇上他 才一直斷送英雄生涯 而在那之前 還有這40名職業英雄遭到污點的襲擊 其中17名英雄死亡 23名英雄不是殘廢就是無法復原 但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那就是全數斷送英雄生涯 污點從不失守 那些沒有死亡的英雄是他故意放走的 為了讓世人知曉他的存在 只是他完成大業做的宣傳口而已 這一切都是為了糾正這個世界 之後因為他的理念被OF1找進敵人河 其實死兵並不清楚OF1的用意 也因為自己的理念與污點不同 引起污點的殺機 對於污點來說 死兵就是吵盡人民跟普通的犯罪者一樣 只是因為好玩就隨便殺人 跟自己不管達成什麼都需要信念 需要情感的他完全相反 當污點準備要鑽除死兵時 他說著 Oromital就是他的信念 雖然兩個人追求的目的是相反的 但當他確認死兵真正的信念後 也同意加入敵人的洞 雖然是加入 但兩個人並沒有達成什麼共識 污點持續著他的糾正計劃 而死兵卻讓哪吳吸氣城市 藉此掩蓋污點的作為 因為要是哪吳而沒人關注污點 污點所做的一切就會白費 也就不會有他糾正的報導 就不會有人正視英雄社會 另一頭 范田透過污點過去 在一座城市中殺害四名英雄的作法 得知污點就待在寶墟市 而他的哥哥英格尼姆 正是寶墟市被襲擊的第一名英雄 就在范田找到污點襲擊第二名英雄時 污點看他還是小孩子而勸責他離開 不過當范田表明自己就是來報仇時 污點明白即使這個小孩長大 也會同樣成為沒有意義的英雄 因為他明明看到了有一名英雄已經倒地 他卻執著的想報仇而不是救人 那一刻范田不清楚發生什麼事就不能動彈 在最危急的時刻綠谷現身 他憑藉著范田的動機和無故的消失 以及污點的動向 他開始知道范田已經遇上了污點 當綠谷發現還有另外一個倒地的英雄 他明白這戰是免不了的 他看向污點那充滿殺意的眼神 他也更加的明白 這個人絕對不是之前遇到的敵人能夠比較的 所以他在網路上偷偷發送了位置 好緊救支援 范田說著快逃這件事情跟你沒有關係 而綠谷卻說你要是這麼說的話 英雄不是什麼都做不了了嗎 歐羅麥特曾經說過 多管閒事才是英雄的本質 污點聽到有些驚訝 對綠谷產生的興趣說的真不錯 當兩人開始交戰 綠谷面對較長的武器 隨著近身縮短距離 污點在心裡持續的稱讚者 很好的判斷 接著他拔出短刀會向綠谷時 綠谷也早就拆到污點會做出第二波的攻擊 所以鑽過了污點的胯下 而污點也拆到了綠谷的動向 但綠谷卻更快的移到空中 閃掉了第二次的攻擊 並擊中了污點 接二連三的預測行動 堪稱巧妙的戰鬥博弈 說是博弈就是博弈 對於污點來說也是 這看似完美的動作 其實一切都在污點的掌握中 怕讓綠谷擊中自己 藉此成功取得綠谷的血 在他舔下血發動個性後 綠谷跟著飯田一樣忽然不能動盤 但他沒有再攻擊綠谷 而是叮囑這個有潛力的後背說著 力量還不夠 你不是看穿我的動向 消失在我的視線範圍 而是為了能夠確實的打撞我 所策劃好的行動 你有活下去的價值 你和這些人不同 他將刀直向了飯田 瘋 趕到了 轟攀的綠谷不會做出發送位置在網上 這種毫無意義的事情 認為他一定是遇上了危機 且轟再來的同時呼叫了職業英雄 並用冷凍把同伴安置到了身後 縱使轟有很強的個性 但面對污點卻依然相當吃力 不過污點同時發現這名少年 也具備著英雄潛力 所以即使打贏轟也不打算殺他 轉而的是旁邊倒地的英雄 卻被剛醒來的綠谷阻止 在那同時綠谷才發現污點的個性 他的個性是淋血 透過射協來限制對方的行動 隨著血型順序 O A A B B 越後面剝奪的時間越久 最長可達8分鐘 而綠谷就是最早解開的O型 污點也毫不避諱地承認 因為即使是知道他的個性 優劣勢也不會改變 污點強的地方絕不只是他的個性 而是他的技術 身上的刀刃仿佛是身體的一部分 操控自如 且有著超快的反應速度 即使轟跟綠谷聯手 依然對污點毫無影響 最後這戰後來梵田也醒了 他與綠谷轟並肩作戰 才勉強地把污點打暈 但就在綠谷被腦污抓走時 污點卻填地滴在英雄身上的腦污血 並且在瞬間秒殺掉腦污 救了這個有英雄潛力的後輩 而最後才發現 污點一直都是失去意識的狀態 我覺得從敵人河開始 到霸災會以及異能解放軍 沒有一個人能夠跟污點相提並論 他的執著、他的信念都是無人能及的 不管是自私的報復還是無私的奉獻 他都是為了糾正這個敗壞的英雄社會 付出他的所有 他眼神犀利恐怖、做法殘忍 卻有著稀才的溫柔 為了成就理想的世界 即使沒有優秀的個性 卻花了昌年來鍛鍊技術 不管是戰鬥思維還是自身能力 他都發揮得禮靈盡致 他所傳播的執著、留下的信念 也吸引了後來的土皮度我加入敵聯合 死柄也終於了解到 為什麼這麼多人追隨著污點 都是因為這強大的信念 也就是這份信念 讓他的存在不斷的在未來 像這個英雄社會散播著英雄倫義 他是英雄殺手 污點 那本期的介紹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按讚、留言 那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